Hello 大家好 我是赵妈 今次继续分享我们的云南之旅 我们游览完大里之后 就搭高铁去平均海拔2400米的麗江 早上各位 现在是7点37分 我们继续开大里的民宿 现在就会召车去大里市区 我们今天要出发去麗江 早上9点20分的火车 大约30分钟车程来到大里站 还有港澳台的二代山椅 我们都可以闪夺鸡入闸 车C373都开始检票 现在都早40分钟开始检票 12车厢 我们四个都坐在不同位置 六星号 绿色的 搭高铁除了又方便又快之外 最正的当然是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 大约两个小时的火车终于来到麗江站 现在时间是11点半了 来到麗江站 感觉的气温是低于大里的 现在都凉凉 所以要穿件衣服 这里的海拔又比大里高了几百米 2400米 大家都是在出站方向走 这班车都几多人的 因为这两个小朋友说有点肚饿 他们看到麦记又说要吃麦记 看看这里原来 肉龙雪山上面也有一间麦记 现在去到麦江 结果这两位小朋友都会吃麦记 想不到这间麦记是这么贵的 麦香仪中餐是50.5人民币 买鸡翅 两只鸡翅都16.5人民币 真誇张 我们现在上了车 我们召车的 现在要准备走10公里 这辆车 我们预计半个小时 就会去到我们在麦江住的民宿 这两个小朋友都把了几回叉叉电了 就是这里了 我们今天会煮个月居设计师专享庭园 进到民宿 老板第一件事 就叫我们坐下喝杯茶休息一下 原来他们是四川成都人 很喜欢探茶的 老板娘带我们去参观一下房线 哈喽 哈喽 麦江这间月居设计酒店 这间民宿的老板娘 可以下跌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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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房间就在这里了 因为我们早了来 12点多 所以还没得好 有鱼吗 是吗 在这边 这间民宿也有个小庭园在这里 空间感就是十足了 我看看这里的厕所环境 有些洗凉液在这里了 厕所都可以 看上去都不错 也是棋缸的 洗凉 有两张大床在这里 我们的房间都感觉很舒适 还有两张椅子在这里 我们已经进了我们的房间了 刚才和老板和老板娘 聊过安排我们今天的行程 和明天的行程 他记得会去茶马古道 应该是一个 適合小朋友去的地方 骑下马走一条路 然后里面有小鞋公园 我们会去一个叫千古城的古镇 都是一个旅游景区 带着小朋友去这个地方都不错 拍下给大家看 现在去对面找些食物 有家云南风味小鞋 老板娘告诉我们 在这里 收邮客的价钱比较贵 不过因为近了 我们快快点吃点东西 鸡蛋炒饭18元 羊粥炒饭20元 米扇是$25元 有$16元 不到其他价格都很便宜 这碗米扇有猪大肠 有香菇 有红萝卜 老板娘带我们来 这个接送的地方 车去拉屎海 拉屎我去 我们坐了40分钟车 终于来到拉屎海 我们今天来玩茶马古道 是我们的民宿老板娘介绍的 我刚刚买了票 高1.2米便要全票 198元人民币 小朋友矮的1.2米便是$20元 我们现在要准备骑马 骑马要买手套 5元一对 一对 一个一个来 回来 我们上了马 我马在这里 叔叔拖着 叔叔拖着 叔叔 摇摇摇摇摇 原来在马上面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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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很多人都在骑马 這個體驗挺有趣 現在我們準備騎馬爬山 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不會打就能打給你們 然後某一 tiempo 他們的確是 такая 還要打就來 用還要打就來 我們應該穿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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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 我們應該穿得到 那是你 我們應該穿得到 哪是你 我應該穿得到 這也是你 我們現在要下山,下山就要向後拉 一小時馬,現在下馬了 要走下去,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原來是買照的時候,剛才有人幫我們拍了照 我們買了兩張照,20元一張 是不是拿東西喝了 之後走前一點,原來有個花園 有個很大的花圃 我預備,你給人拍吧 有人在抬頭,有沒有 有草圍馬,他的毛很滑 有東西吃了,有貓貓 哥哥,你餵不餵? 我也要餵 我也想餵,給我餵一條 乖乖,他坐在這裡 他飽了嗎? 你就要 媽媽,再給我餵 吃這個吧,吃這個吧,不要餵我 他剛才咬了一口 一起咬的,是嗎? 有孔爪嗎? 是真的嗎? 有孔爪嗎? 很容易的 不是呀 是孔爪 是孔爪,這裡的花種多美 上面有個鳥巢觀景台 爸爸說是孔爪 這裡有一個鳥巢觀景台 這裡有些人女拍 剛才看到 你好 你好,這裡 揮揮手 這裡又是網紅大塔的位置 很多人在這裡排隊 我們也試一下 走過去演褲照 不過地面是太濕了 好笑 因為爸爸突然變成專業攝影師 不斷地在這裡幫人拍照 他又問了他 是呀 好笑 我們這個團餐 有一個團的 好了,我們給那個198元 已經是包著食物了 那我現在 看看吃什麼 好像打火鍋一樣 莫非是 野生菌火鍋 剛才吃飯的 姐姐告訴我們 原來這個褲卷 是可以去蛙船的 我們還沒用 滾了就可以吃了 有些什麼呢 有雞 還有些薯仔 這個肥豬肉 五花腩 還有些蔬菜 豆腐 幫我加些辣粉 剛才我們在餐廳 吃了個雞鍋 都很好吃 那個雞是走地雞 是烏雞 然後他給了很多蔬菜 我們 變成一個蔬菜雞的濃湯 比我們平日打火鍋 不會太肥膩 因為沒有其他肉 只有雞 而雞也不會太肥 是一些走地雞 所以感覺上很健康 而且味道也適合我們廣東人的口味 叔叔要準備下班 所以他叫我們快點喝下午茶 先喝下午茶 我們聽火鍋完畢之後 突然又來一個下午茶 不過也不錯 因為下午茶 都是吃這些果乾 爸爸 拿走去 現在剛才問了老闆 他指了條路給我們 告訴我們在哪裏是蛙船 一邊走下去 就到了蛙船 這裡有個很美的稻田 後面還有很多花 還有一個花 這裡是蛙船 真是蛙杜牧洲 這裡 這是突發爬杜牧洲 突然間監察這個行程 真是很搞笑 這裡妹妹在前面 這個杜牧洲很扁 現在沒有要在乾燥 他叫我應該要不要站起來 站起來應該會轉動 其實現在的時間已經是7點4 不過 雲南8點才會日落 所以我們現在還可以 吃完飯還可以爬 首先,hello,hello 這條小小河旁邊都生滿了花,很漂亮的花花 非常適合親子人 只算大人$198人 小朋友高於1.2米都是$198 不過妹妹就是$20 現在7.4巴洞木舟都很棒 收了太陽不曬 如果我們早兩個小時來,太陽是很猛烈的 所以剛剛好,我們吃完飯過來玩這個洞木舟 玩了15分鐘 雲端彼岸的茶馬古導遊 爬了船 現在等車回到酒店 也是拼車的 儲夠人就可以開車 我覺得這個景點挺好玩的 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比如騎馬 然後有大草地可以給小朋友玩 有花園 有給人打卡 還有山景也是可以打卡 最後是花洞木舟 不過一件事大家要注意 就是廁所 衛生情況不太好 這件事可能很多人會害怕了 這件事就沒辦法了 大陸的廁所在這些窗村地方 都會衛生情況擦廁所 有一個卡 可以在這裡看看 這麼漂亮的地方 有很多馬在下面吃草 那邊有很多馬在那裡吃草 看到一個倒影 好漂亮 好漂亮 先去茶壺 吃宵夜 有3吋牛和3吋肉 多少錢 總共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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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吋都可以嗎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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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蔔 為什麼這麼厲害 整間店都賣蘿蔔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次的分享 記得讚好這條影片 留言給我們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